来 今天就这样吧 差不多了 席师兄 席师兄 怎么了 那个米多 米多咋 晕倒了是吧 不是 赶紧送音乐啊 一二三一五 李博送了 走 不是 米多 米多找你 有话说 不应该啊 按理说晕倒了 应该更着急才对 怎么还走了呢 那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那那张签名CD 还要帮你买单的事 怎么解释 那算什么事 换作是别人他也会的 都怪你 丢死人了 不对 我还是那句话 换作别人也许会 但他习送绝对不会 第一 他在学校 从来没给任何人签过名 对吧 第二 他虽然有钱 但是特别抠 对不对 他给你买东西了 但那会不会是因为 你想太多了 而且是我逼他才会这么做的 那就一直逼他 主动出击 逼他接招 现在重点是 你喜不喜欢他 不是他喜不喜欢你 不喜欢啊 喜欢就去追啊 大胆追啊 有我在呢 什么都别怕 虽然 我也觉得你俩不是很黑吧 但是爱情嘛 又不是买东西 管他实不实用 就干想不想要 咱们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没再怕的好吗 咱们 漂亮 有实力 要自信 就是 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 加油 加油 必须加油 那我从今天开始 就要开启我 你死人不偿命的 厚脸皮战术 加油 加油 我一定可以的 你 你怎么回来 习送呢 你一天到晚的 累不累 不累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成天到晚的惹麻烦 你就没点什么正经的事吗 梁师兄 话别说这么难听吧 麻烦你理智一点 不要再缠着细索了 好吗 什么叫缠着呀 他是真心喜欢细索 你懂什么呀 我就知道 你要是真心喜欢他 就更应该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是麻烦金 跟谁在一起谁倒霉 你说谁麻烦金啊 麻烦你好好说话可以吗 那就麻烦你以后离我远一点 省得倒霉 你知道习送的手之前是怎么受伤的吗 вин PVC 老板 可算把你等到了 倒霉 不记得啦 那夏菲尼你总该认识也不 你觉得呢 她哭了整整一天 饭不吃 课也不上 没办法 我只有过来找你了 跟我走一趟吧 放手 拽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那个女的吗 看她那又矮又搓的样 没想到我们堂堂习大艺术家 眼光很low嘛 难不成 你俩有一推